直播時間8時 Hopo Song 好,來到下半場Hopo Song的節目時間 下半場就繼續講歐洲那一段 上半場就講德格 下半场就说 因为德格上周起码很好 因为刚刚来这个周就没什么特别起码 所以就不特别多看了 好 到西格 西格主要会说贝迪斯里巴塞一场 以及基达菲对华林一场 主要就说这两场球 首先 这个星期也有一场大球 又是星期五的深夜 留意 华林西亚主场对马德里体育会 近方挺好的华林西亚 近方 哇 刚刚才被人骂到妈都不认得 还说近方好 刚刚输给基达菲三个 还要是挨打 那场挨打那场对基达菲 我还记得他在赢巴塞 但是这场对基达菲 赛后华林西亚的粉丝 奥斯卡那些 罵到妈妈都不认得了 都不知道踢了什么 事实也是 我看完这场球 我都觉得 哇 这对华林西亚 踢了什么 打完飞机之后就出事了 就出事了 那场球就是基达菲 基达菲今年排名挺好的 现在应该是第三位 对了 第三位 42分 输了五场球 最近的方多漂亮 四年胜了 都别说笑 基达菲这场球 有留意 有一些 我们都有一些 认识的球员 比如说 鲁门的大卫苏尼亚 之前打西维尔 打负选鲁门 后防达米安索瓦雷斯 打右闸 左闸奥尼维拉 中坚 艾瑟特和迪珍妮 迪珍妮 迪珍妮 如果还记得 亚仙奴前一阵 针中坚的时候 迪珍妮 这个二号仔 其实都是一个考虑人选 来的 上次 我们节目提过 某场基达菲的比赛 迪珍妮都挺好的 这个球员说弹跳力和防守能力是很强的 活动范围都挺大 这场球又是打得相当好 这个是迪珍妮 左边 古古里娜 应该有些印象 长不长 大扎头发 巴塞球员 借了个去基达菲那边 本来就 暑假收回 跟着呢 又借回出去 好古怪的 这个古古里娜 之前打伊巴打得很好 古古里娜 打算 巴塞收回他 谁知道 立即借他出去 一个屈美十就借不出去 第二天就借他出去 起位拜守 真是 激鬼气 我想应该问球员 你肯不肯 说真的 给我们古古里娜 当然是 赚了 当然是 借出去试 基达菲 实实 长长正选 说真的 中场是 艾林巴里 18号和20号 密森莫绎治 右边 12号是 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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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是杜明尼紫拉龍門,後防留意柚澤偉,Florenci,羅馬加文 但今年其實不是太多 今場都多用他 今年不多 即是去到華人西亞之後? 華人西亞這場就是第一場 上場是後備 我記得之前出過 好像是一場半場 但這場就很糟 加比爾拍迪亞卡比 加雷應該是停賽 加耶打左閘 中場是江道比亞帕利祖 卡路士蘇娜打左邊 費林托尼斯右邊 前面是諾迪高摩里路 拍迫斯高美斯 華人西亞中前場都不值一提 四個字 這麼大話? 因為根本沒有球可以讓他上到前面 即是那個球一定是運不到上去 譬如說那些帕利祖拿不到球 費林托尼斯又拿不到球 卡路士蘇娜失蹤人口 諾迪高摩里路失蹤人口 高美斯失蹤更加不用說 高美斯就算了 華人西亞射門五次 華人西亞射門五次 如果有機會看那個Heapmat 華人西亞由公方底線到接近30碼 英鮑蘇會散見不會有棺爪 楕色的 球在等 rad這範圍 бол fren讀 在 busca reuni 但你說死不死? 所以你說大不大劑? 不過基達菲由頭至尾都是很好吃 都是扯得很厲害 一開手就已經... 即西班牙都不是很利的蝙蝠 利雲特他都不是的 不是只有一對蝙蝠 在華倫西亞市有利雲特 即是基達菲氏就不是很利的蝙蝠 基達菲氏就不知道 上半場都已經有幾次了 古古里拿在左邊 好像對著華倫西都說過就過了 古古里拿真的是 撞去、撞取 技術速度都有 這個球員也很厲害 這個古古里拿很適合踢這些班 即是踢這類的球隊 這個古古里拿 有一球就是摩連娜 截古古里拿的傳送 接著就射出去 被龍門擋出來 其後就阻撞摩連娜 亦都是有一球 這個右邊傳統頭鎚 沒有人看的 頭鎚又頂邪了 其後也都摩連娜 有幾腳的機會 但是就一一錯過 但是呢 都已經看到 華倫西亞 後面就 除了叫加比爾好些之外 其他迪亞卡比爾那些就順盡 速度就轉身又慢 速度又沒有 拿球又順盡 加比爾 加比爾已經很慘了 加比爾 已經摘住了 大腿 摘住 即是有傷 佛倫西亞被古古里拿 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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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要加比爾包 重傷 摘住也要買包 沒有辦法 要包 效防基本上 那邊 你又要包迪亞卡 給脫流 你又要包迪亞卡 雪糕桶 嘩 那你怎麼打 大哥 對著古古里拿 摩連拿 瓜美馬達 那些 左閘加比爾就好些 因為他對著那個 叫做尼安 那叫做好些 但都死了 那你這麼大的弱點 我當然是不斷攻你 當然啦 佛倫西亞都不知道做什麼 我當然是不斷在左邊 不斷去 你見過古里拿 這麼好處 這麼漂亮 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 佛倫西亞是做什麼的 拿著那球 比球 又整天比錯 防守 又整天比人過 那你 那你 不行喔 即是他還未夾得到 他還未夾到 下對球 比球比錯 他還不知這隊是哪 這個不單止是他的問題 整隊球都會有問題 你看見 那一隊 華倫西亞好像 好像以為全隊 中了這個武漢肺炎 那個 像个狠狠狠狠狠 全场都不懂走位 又不动又不懂 整天走位 诺迪高摩里路 又是狠狠狠狠 不知做什么 全场都可以帮忙 帕利组完全拿不到球 拿到球又给不到 好 刚才我说的全部失踪人口都不用多说 所以你说华林世界上波 是不是真的 3比0是非常合理的 应该是不止三球的 老实 那三球下半球全入了 五十多分钟 摩尼娜 右负位二十多马被禁区 瓜美马达射马的龙门 挡出不准愿 摩尼娜冲前 比迪亚卡比一步 这样就倒入 这个就1比0 其后摩尼娜 在禁区 前面帕利组中线交失球 然后给了瓜美马达 瓜美马达 其后再给了一只线 给他摩尼娜进禁区 进禁区 对着三个人 一个叫加比尔 一个是迪亚卡比 一个是干道比亚 三个 好了 先过了 加比尔有时就很心急 我又睡了 加比尔先过了加比尔 先过了加比尔 之后 射上去就搞定 2比0 可以看到这个波 这个迪亚卡比 留了另外那边 留了半边身 被摩尼娜转身 虽然这个转身过得很漂亮 摩尼娜必须说 2比0 然后其后 3比0 就在尿尾 龙门球 给他中线 安祖 后面日看安祖 诺迪亚卡比 推迈禁区 右负位 过了产折 加比尔 再给他中间 没人看的瓜美马达 搞变 3比0 后面日看安祖 诺迪亚卡比 又要留意 巴塞的9号 要找到9号 安祖 诺迪古斯 其中一个 人选之一 那场波 其实都看到 他有些技术 安祖 诺迪古斯 这场波 都 华兰打得实在是太矮 后防那些 另外 他这个基达菲后备 也有坚尼地 如果大家记得 就是车路士的新秀 前三四年左右 在巴西那边加盟 车路士 当时在英超看了几场 就相当有脚法 这个球员都 但是他后期 在摩连牢挥下 就打个杂位 后来他借了紐卡素 然后在其后 今年就去了基达菲 如果他打右边 应该 歪歇比尼安 我觉得 因为 尼安可能 防守力 力量好些 但是坚尼地的脚法 是 肯定比尼安多多声 所以 今年基达菲 前场 来计 其实 左右两边 再加上前线 其实都 挺有力的 攻击力不错 防守有迪真理 后防都对着 可能 比较弱点的球队 都挺实际 中场 那两个 林巴利 麦森木 都是一些很实而不滑的球员 所以这队 和去年比 其实基达菲 都打得很好的 但是 其后阶段 比较打得没那么好 不知道是否 看到 打欧联 不要激 又要打多几场球 自己的财力又不够 Squad 一定不够 所以 其后就有点放松 但是 今年基达菲 Squad 比去年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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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个古古莉娜 是差很远 基达菲 所以 今年 不要说笑 基达菲 前四要看住 前四 前四 都很有机会 前四 都要看下 因为 你知道 那些 华林西亚 是一时一时的 有时就很好 有时可以衰到这样的 有时 马体会 又是 马体会 今个礼拜就好些 一比零赢格林立达 但是 看些场面 就真的 六次射门 比对面更少 六次射门 一比零 组断 哥尼亚的入坡 那场入坡最重要是 高基出坡 终于 终于 都好 但是 莫拉达 因为停赛 所以 前面 仍然为 杜努 哥尼亚 所以 雙兵 其实 有番高基 就好一点 但是 都是 都是 都 都 很窄 真的 这些雙兵实在 这些前场雙兵实在太多了 还有你今季那个隐瞒 真是 隐瞒 隐瞒就 立马第一个不用说了 祖奥菲利斯 就 下半季又伤了 那 就 莫拉达就 一样 莫拉达没有掩护就 糟糕 没有啦 VC就伤了 VC就 我预计 贵尾 不用见 快的就贵尾 真的 都怪不得 其实效仿都不是很坏的 嗯 但是 的确是 是有压力的了 嗯 因为已经跌了出去 跌到第四了 第四 比基达菲打开 好一点啦 上个星期还说他排第六 因为现在 如果你看 第三第四位那里 基达菲42 马体会 三十九 西维尔三十九 西维尔好多西维尔是输 就是西维尔 输给赤以达 无端端 西维尔那里 说一点 虽然我没有看 差一点 刚才应该 线路有点 跳一跳 哦 大家如果听着 没问题的 留个言给我啦 是的 好 那我们继续说回 好 那就 好 很早就这个 区卫尔 这个 恩尼斯利 这个新加文 这个球员 入球 接着就78分钟 艾斯帕斯 这个赤以达的招牌 1比1 林美 就这个 这个 OK仔 若古斯路 OK仔 一个助攻 赤士图 就搞定的 结果就2比1 赤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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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场没看不特别 赤士图 那就是 西维尔排第5 39分 黄素 黄素 今年都仍然都是出色 2比1 赤士图 赤士图 是了 这个巴斯克的打给你 那就是 上到第6 华林第7 维拉利尔又不声不声 上到第8 35分 好了 由这个第8 35分 维拉利尔 去到第3位 基达菲 相差都是7分 嗯 所以 你都不是说不近 所以 华伦西亚 对马体会这场 其实 双方的 近态都不算太稳定 那 马体会 就 不是太会入球 雙患困扰 雙患也有困扰 华伦西亚 就一时时 那 这场球 这场球 先看看哪个主场 华伦西亚 华伦西亚的主场 都 唉 都不会想 我觉得 就 小 小 小 大家 都不进 是啊 我觉得 有可能是悶球 甚至 有可能是失眠救星 是吧 4点 还不是失眠救星 4点 睡醒 睡醒 即是你失眠到4点 你看一看你还不睡 不是 不如看那场 是否 之前英超 不是有一场 开 都是开4点 狼队 那场狼队好过 如果不是你 看一场刺激一点 看多蒙特 对法克福 都可以 刺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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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能大手交易也说不定 这场就真的 唉 这两队球真是 有点难搞 呃 我看高 看高少少华伦西亚 是吧 是啊 是 攻击力上有些保证 起码 但是 但是 一时时有些攻击力 是 主场好些吧 是 没有刚才那场 很难过 因为刚刚那场 对基达菲实在太离谱了 真的 失准得太离奇了 所以 应该回主场正常一点 还有 我想斯拉迪斯都 都散过队球了 那场球实在 太矮了 那场球必须说 那么 这场 基达菲那场 说过 接着就 巴赛 贝迪斯 那么 那场球 吴嘉迁有过去看 对 对 是的 过去西卫 因为是贝迪斯球场那边 那边 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宣传 帮 那里加那边 那边赛会 做一些宣传 那么他们都听闻 之前是多邀请 有啊 之前 几月以发展过东亚市场 之前就是阿伊巴 阿伊巴 阿打基达 是啊 阿打基达 是啊 因为去年阿古古里拿打伊巴 那边 因为阿打基达的头 和阿古古里拿很相似 所以就找到阿打基达 今年就找到阿吴嘉迁 过去 访问阿简拿利斯 那些 那场球 贝迪斯就打个4-1 4-1 那就是龙门祖伊劳布斯 后防就摩里路 中间巴查文迪 和埃马臣 这个巴西的游泽 那么 防守中场又有一个叫 洛迪古斯 这个应该是叫做 古尔杜洛迪古斯 这个是阿根廷球员 那么跟着就是 中场就是 这个威廉卡华� 好久没见了 久休复出 久休复出 休复了半年 这个威廉卡华鲁 简拿利斯 简拿利斯 右边就是阿里拉 巴塞的借账 左边就是费基尔 前面就是伊高斯阿斯 打单战4-1-4-1 巴塞这场是4-1-2-1-2 应该这个用意就是 因为前锋真的没有人 嗯 丹比利就 丹比利的伤 还有离奇的 丹比利的伤 就是 不知道什么检查之下 发现到他那个 不知道哪个位的印带全面撕裂 但是你印带撕裂 你平时不觉的吗 我不知道他 突然间突然间 就发现 平时那位痛的 所以 接着就 立即去 手术 今天做手术 去了芬兰做手术 那 当然就修裂了 修裂了 修裂了 应该七月 最快都要六月了 才 才 好回 四个月算快了 但是 但是 真的 你大哥 你打过一两场球 又说受伤 好了 接着又搞了三四个礼拜 又打过一两场球 然后再做四五个月 那你作为巴塞的高层 大哥 那我真的 你就算一几买回来 那你这样 真是白斗 薪金也不是老 大哥 所以就想买了 谁会买呢 对了 这个就是个问题 有谁会愿意 使用 起码 我当你降价 一亿十万 找鬼 你撕了前面 用后面那一层 我当你六千万 好未 六千万 都不会了 伤病啊 伤病球员 就是六千万 你这几季都没有一季 是踢足了大半的 没有啊 一半都没有啊 那你踢足了 断断续续 一半都没有 是啊 没有 接近一半 我 我已经 很 很宽容 我当你大一半 左右 那你这几年 一亿多买回来 那你现在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第一个 你先抹足了一亿 他身价 最初的一亿 你都可以抹足了 那就死了 你先蒸發了 我懷疑 分之一亿 都不知道 收不收得回 收不收得回 可能一半 今次又没有 这么乐观 你觉得有一半 没有一半 我说那六千万 是不是要花一半 哦 OK 那可能 可能 会不会免费放走啊 哦 那做开的了 哈哈哈 善堂这些东西 花在做开 水鱼这些东西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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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玛走了 跟着换回单 给你 就这样了 葛天奴又说 又说 要买了 虽然 他借了你拜仁 但拜仁都不太行 拜仁都如无以外 都不要了 拿回来 回来 但是 但就 却买了 就决意买了 但是 他好些 葛天奴起码不伤 那你是用得的 起码英超有几对 都有些价钱的 譬如 这些就应该 买得出的 五六千万 都应该收得回的 买得出的 没事的 好个单给你 葛天奴买得出的 但是单给你就真是 唉 不要紧了 真是 都不知道 都不懂得说 这些 大哥 你单给你 这样想法 那你又放了前锋 又借去哪 又借去罗马 又借去什么 那你真是 怎么办 你前面 所以来来去去 现在 很可能 就不会再打三个箭头 因为如果你打三个箭头 长一长都是 基里士文 美斯 就斩搞 所以 可能现在就会打4-1-2-1-2 我觉得打4-1-2-1-2 是可以的 前面美斯 拍基里士文 你维度 就做一个 后上 接着两边 就是迪庄 和罗拔图 或者不是罗拔图 拉杰迪 也可以 alpha 也可以 布斯基斯 就斗去后腰位 后面四个 因为碧基 就伤了 乌迪迪 拍着南格列治 肺普就赌锅 不知道是不是有心 叫肺普打这场 右边就施美道 施美道 施美道 这个球员 之前看他打国王杯 那些 可能他可以试试 给他打上一点 打上一点 是啊 比如打右边边锋 可以试试 那哪个打右边 罗拔图 他打右边边 可以试试 他座弓可以的 原来技术都可以的 可以批准到 在一些弱女 我对于弱女 睹得到 比如说前方 要想打三个前方 区前方 施美道 可以批准到右边 可以试试 那 但他的阵越来越不平衡 那个换班其实他怎么打呢? 换班就没有了 巴赛就真的等大选了 现在就没什么可以做 其实就因为事情必须说 你不要说换班 首先就是美斯的风波 有风波? 美斯跟艾比杜早前不知接受什么访问 就说华为迪的离任有传 他就说可能跟有些球员未尽全力有关 当然美斯听到他这样说 当然会比伙使 意思是否因为我们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关系 就让华为迪走 华为迪避避这个持人 不是不关我们的事 华为迪的离任是不关我们的事 是你老板的事 不是很不落力的 其实球员比赛的态度差不多 都可以的 我不觉得真的很放眼手脚 就是艾比杜 我们的体育总监艾比杜 这个有点不公平 对于球员 所以美斯就说 美斯很少出声 美斯就说 你艾比杜麻烦你讲清楚 你麻烦你指明道姓 告诉我究竟是谁不落力的 你指明道姓 你讲清楚他 就不要讲些不讲些 结果呢 主席就找了艾比杜 就找了艾比杜 就聊天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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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个四 一球球移气下起 就搞定 就当我抹了他 就说没有说过 就说没有东西 你接受访问说完 但你也说不会的 所以艾比杜和美斯的矛盾 又来这些 出现了 发赛的内联和和都是这些 是的 就出现了 那艾基本上 如果美斯 所以这陣子传说 美斯可能会走 这陣子传说 譬如说 曼城 可能会出天假 或者是 祖云达斯 就想美斯 加自尊 慢着 他要换领队才可以 美斯加自尊 祖云达斯 哦 那这个祖云达斯 正间说 他不换领队 他怎么摆别人 正间说 因为祖云达斯 就是有东西 就是有东西 因为刚刚输给维罗立 又有东西 正间说 好了 现在美斯 因为 听闻 听闻有一条 很奇怪的条款 我希望 不希望 这件事是留 如果是真的 也挺大 那就是说 美斯和巴塞签约 有条款 就说 球员可以 自己 以一个 如果他 每季 季尾 可以 自由身离开 这个我收到 这么奇怪 我听过 有这样的条款 玫瑰季尾 是玫瑰季尾 即是完季之后 如果美斯不高兴 要走 那是可以 不用钱 这些 高手的经理人 但是 如果是真的 你知道 你知道 美斯大哥的地位 精神领袖 地位 已经高于巴塞任何一个人之上 只是巴塞的主席巴杜姆都要买他怕 说真的 绝对是 他喊一喊 你 立即 立即 有人出个动议 去重选 一定 他喊一喊 我不喜欢 会长想逼走 那已经重选 我觉得 美斯都算是 一个都很厚 都不出声 都不出声 都在厚度 但是 这件事都要 都要出声 就知道 这件事 艾比杜都 真是 糟糕了 多了 艾比杜糕了 你说球员 表现不好 那不是他的位置 总之 就糟糕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艾比杜有这样 就觉得 我估计艾比杜都 做不长 其实 这个位置 年龄都 没什么好事 说真的 艾比杜就 虽然对艾比杜很有感情 也对艾比杜 他又有病 对于球队 感情挺好 但是 体育总监 就真的不适合他做 你的球员 转去做个管理 是 有好有不好 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有好有不好 这个都是艾比杜 因为 跟球队的关系 熟悉球队等等 但是 买卖球员等等 都是一些 很professional 有技术性的东西 有技术性的东西 是 艾比杜没有做过 所以 所以 这一轮又传了这些东西 但是 听哥迪奥拿说 美斯应该 在巴塞退休 他觉得 即是他没有意招揽他 即是哥迪奥拿这样说 就 正间说 哥迪奥拿没有意 有些球队有意 是 虽然哥迪奥拿我觉得 他在曼城有些人陌共 他不怕的 他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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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连任的 他怎么连任 他要连任 要连任 就当然 美斯 美斯就一定是 要 一定是要 马住的 每一个人 要选巴塞 做巴塞主席 是一定要 马住美斯的 你跟那个 对球 你没有理由 对球全部都不妥 你的会长 即是 你一定要有些 重心 是 对球会的 向心力 所以 就要马住 美斯 我都说 现在巴塞 整对球的重心 在美斯 不论你抬前抬后 高层低层 其实最重要的球员 都是美斯 如果 美斯 以一个 甚至 如果 那条 那个 合约 那个条款 是真的话 那就糟糕了 如果他含 这个条约 那就糟糕了 一定糟糕的 巴道姆 肯定就 不用连任 哈哈 任何一个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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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死定了 任何一个主席 的候选人 都一定是 马住美斯 所以美斯 是没得走的 说真的 因为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所以这件事 都没得投行 艾比道 我估计 今年不走 明年都在走 贵中不离任 贵未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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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找到一个合适人 我看到 艾比道都 离任 都走 所以 刚刚 不是刚刚 那场比赛 对贵迪斯之前 弄了单 几夜 所以 都有一点阴霾 所以 阿蘇 为何 之前千张 长约 又经常要用 他 就是这样的 有时 没办法 因为 这个球实在 太厉害 太重要 尤其是现在 这场球有三个助攻 这场球 不是连中三元 不是入球 是三个助攻 那 那场球 6分钟 贵迪斯 打的记录是12码 来的 费基尔这场球 都挺活躍的 其实说真的 基本上 攻击全员 都是很靠 费基尔 那些 伊高斯 说真的 没什么看 费基尔 推上去 一射去 就散中 南加列治的手 开头球 看不到 VR 一看 原来 南加列治的手肘 又真的伸出了少少 扩大了防守范围 所以便是12码 王牌 叫王牌 是的 有个王牌 其实是12码 简纳利斯 射入1-0 但很快将1-1 美斯的右负位 三十多码 去禁区 后上迪装 迪装 禁区 九码 深厚 一空一射 这次是迪装打得挺好的 打上落 配合挺好的 和维度和美斯之间的配合不错 先打住这个位置 打得好 我觉得4-1-2-1-2 现阶段是适合的 但有些球员一定要放在这里 比如美斯 维度 迪装 布斯基斯这几个 就一定会在这里 那 那 M Suvati 就 踢不踢到这个阵 就有点怀疑 嗯 因为他应该就 偏向于逆风那边 打边就好些 但你叫他 很多时候要靠在中间那边 周围捐 这边就慢一点 这个摆阵就偏向中路突破了 不是 中路突破有靠两边 也要在两边扎位上 两边扎上 但他如果要打边线落底 他又没有 你讲 那位给他打 M Suvati 我说没有 M Suvati可能打不到4-1-1-2 可能打回3个前锋 可能 当然未试过 但我看他 打4-1-2-1-2 接着就1-1 迪壮那球 接着就去到 临缘上半场 就保时了 2-2 对 25分钟 2-1 就是 维度中场被人拿 吹脱了球 被古道乐迪古斯 吹脱了球 被脱了球 之后 接着就被艾兰娜 艾兰娜推一段 接着再去到三宅线 接着一比 给肺基尔推一段 禁区一射 搞定 这个球 除了维度 凹脱了球 之外 其实 污滴滴 是否可以拍近一点 所以污滴滴 是否可以拍近一点 对 这场没有逼击 对 你 对着肺基尔 你怕比肺基尔 肺基尔也挺好球 你怕他 标掉他 你可以 不标了 你慢慢地逐步逐步 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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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说真的 不要像原地 哎 比成个多新位 他真的逐败都行 这些 2比1 接着就 保时 就是中圈附近 一个佛球尾斯 扯向右傅 这个是布斯基斯 推前 然后 窩里一射就搞练了 这个球 但是中间 南格列治 那球球 其实 有少少阻止 两个防守球员 令那两个防守球员 顶不到 是 有少少浓尿 这个球 南格列治 但是 球队没有封 接着就 完场了 2比2 上半场完 上半场完了 2比2 接着到下半场 最后 接着硬迪庄 弄迪庄 不是 少了一個人去... Alpha不是圍道的球技 圍道後上前鋒的圍道就不是 那是否推敵裝圍道的位置 不是...都是這樣踢 位換位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敵裝推前一點 Alpha下去比比好好 這個當然 應該要是這樣才... 運作會順暢一點 但是敵裝這位置踢得好 不想動 那就由他不動 結果就... 3比2 3比2就是... 72分鐘藍格列治的 頭鎚 美斯的佛球 扯上藍格列治力啞手為頭鎚 這個就是3比2 其實藍格列治 但是... 那一刻... 跳起頂呢... 都... 有些... 有些吹得的... 我覺得都... 動作很容易令人... 令人想起這個推人的 不過就... 不過算了... 還有龍門剛剛... 不知是否... 塞了重心... 就... 做不到破舊動作 不知是... 砸死了腳 結果做不到破舊動作 所以就... 結果就... 3比2 最終就贏了一場球 那兩個紅牌有什麼事? 那兩個紅牌? 費基爾就... 先犯規先啦 拿一個黃牌 接著就踢腳那些來 接著就多爹 多爹就送多個黃牌 前後兩個黃牌 這個就費基爾 這些真的... 找來搞啊 那藍格列治呢 就從後踢腳 結果就... 拿多個黃牌 之前再多個黃牌 結果又是兩黃一行 那所以呢... 接下來那一場呢 巴塞對基達菲呢 就沒有了藍格列治了 那碧基又不知出得... 又出得尾 所以呢 你現在數數了中堅呢 是烏迪迪、碧基 加上藍格列治 第四個是... 我還沒想到第四個 托迪寶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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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那可能就要布斯基斯 就嚇串 嚇串啊 或者羅拔圖嚇串 對了 是這兩個人嚇串而已 沒有第三個人嚇串 那你幾個叫斯美道嚇串呢 我就真的不太相信一個 托迪寶借應該是布斯基斯 應該是布斯基斯 應該是布斯基斯嚇串啦 要打4-1-1-1-2 布斯基斯就怕罪污迪迪 迪莊打回後腰位 或者Alpha打回後腰位 其實Alpha都可以的 我覺得Alpha都可以的 維度繼續打回中場後上 前面是美斯基的市民 這些市民就沒辦法了 明知道他很坦白說 都是打得不好的 但是還是要用 沒有得不用 PASS的問題 不是啊 那你現在有什麼用呢 又有誰用呢 又有誰用呢 不是舉了安蘇花提 要不就給列基配置試試試 打維度的位置 或者是將美斯 或者是將基里斯文 前面打4-1-1-2-3 攻擊中場 現在他的陣容 即是個別位置 基本上沒有替換 沒有啦 前面不用想啦 前面就可能 用這個方案 不要用三個箭頭 太過傷 燒好也太緊要 接下來對基達菲都不是開玩笑 先看看主場還是作客 主場 主場好一點 主場就好一點 高一點的主場就說真的 還有巴塞如果搶到控球拳 那就穩陣一點 因為基達菲就攻擊力挺好 防守力就有個敵真來 其他就普通 所以如果巴塞拿到一個 就是搶到控球拳 打回一個比較攻擊的陣勢 應該都贏得的 應該都贏得的 應該贏得的 主場就信心是大一點的 說真的 那就是啦 3-2這場球 對貝迪斯 貝迪斯就沒有什麼特別 坦白說 雖然你看比數好像好問 但其實貝迪斯那場球 除了廢機 前場有些攻擊力之外 其實其他都真的相當相當普通 相當相當普通 巴塞那裡有幾樣 第一就是 4-1-2-1-2 其實就是 控球拳很重要 一脫 如果你兩閘上去 一脫 如果有快速一點的前鋒 就很危險 所以就 這個要很小心 羅伯特打得不好 他好像 維繫控球都很順盡 被人一局 整天脫 很危險 他習慣的應該是哪路 其實上落都可以 但是 如果你叫他經常拿球 就危險些 你叫他走動就好 你叫他走動就好些 其他都 沒有什麼 其他都 當然 美斯是 打得最好 射門又多 Key Pass又多 三個助攻 都不用多說 其他迪莊 我覺得都打得好 斯美杜在右邊 其實都 可以試一下 給他打上一點 艾巴那邊就OK 艾巴都OK 其實艾巴都可以這樣做 其實都可以 因為他其實以前 打過前面 在華林的時候 打過前面出身 但是 在現在這個時段 其實叫他 可能打個雙 雙閘 例如肺譜打左閘 艾巴打前面 其實都可以考慮 這個方案 好 這場波大致 其他那些 黃馬 黃馬四比一 不用多說 黃馬這些 最多都是說到 比如說 摩迪會不會 打馬尼貴走呢 機會是有的 說真的 因為 他現在 中場人選 其實 拿著 黃馬手上的人選 都很頂盛 後備 即是未來回來的 還有很多 是啊 那你摩迪都不一定 要這個時間 年紀又那麼大 可能會離隊都不一定 他看著 如果他是為了上陣時間 離隊 都不無道理 沒有啦 那他都 真的有點年紀 是啊 可以考慮轉會 好 那今個星期 除了華林斯卡的場 之外 巴塞對基勒菲 黃馬 咦 黃馬呢 黃馬 又對摩迪達 應該都 沒得談 其他都沒什麼特別 大致上 好 最後講到二格 二格 首先 廣場米蘭打比 米蘭打比 4比2 最終 AC米蘭先入兩球 接著 國際米蘭下方 追回四球 那麼 AC米蘭那裏 龍門 當拿路馬 後防 江迪 亞特蘭大家盟 卡查 剛剛由西華爾過檔 羅馬路尼 非奧 黑蘭迪斯 這個球員和黃馬 也有關係 之前打黃馬 這個左閘 但是 現在就借了過去 AC米蘭那邊 中場 基斯 賓拿沙 列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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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卡斯迪里奧 之前打維拉里爾 攻擊中場 查看路股 最前是伊巴希莫 埃 有些球員 都有點名氣 但是 沒有看到的 或者後備的 例如 柏基達 30個柏基達 現在 只打後備 對面 352 龍門 漢丹路 沒有踢 給柏基達 帕迪里 正選 甚至 有傳謀 漢丹路域 好像 江地 就不太喜歡 不然間 有這樣的傳聞 無論如何 總之 這場就不是漢丹路域 一句說完 高丹 迪迪里 史基里亞 左邊 翼衛 艾樹利 楊格 右邊 翼衛 巴尼拉 前面 劳卡古 拍著 三齊試 因為 阿馬天尼斯 上一場 就被人 發射 所以就停賽 所以就拍三齊試 兩球球 其實 攻勢 各打半場 好球 這場球 我覺得 AC 上五場打得好些 譬如中場基斯 查岡路股 都很活躍 左邊 列碧 卡斯達利奧 左邊好些 1比0 8分鐘 一球中柱 查岡路股 右腹位 射中柱 接著 39分鐘 1比0 卡斯達利奧 推入禁區 然後 斬去禁區 左腹位 伊巴 力壓 這個首位 跳頂二傳 到右腹位 迪位 即第一個流 龍門 怕迪利 上琴 又流了 結果 就被門前列碧 就搞定 兩個都流了 謝謝 帕迪利 流得比較 肉酸 應該就流到 誰知道 就流了 沒有辦法 這些太少上陣了 我不知為何 江迪會覺得 龐丹路有問題 再看事後發展 到林遠半場 射成2比0 天然角球 漏了 中間機師 加少少一腳 去到左腹位 門前伊巴 投錘 2比0 雖然 上半場 雖然 AC米蘭 都 戰的攻勢 入獄攻勢 比較多 但是 你說入獄 都不太入獄 戰的攻勢 比較多 去到下半場 下半場 不知道 是否江迪 撿劑 給他探 是 結果 第一 兩分鐘就搞定 追回2比2 簡達華的全中 省中首位 去到俄眉月頂 保數位 求不落地一射 2比1 跟著2比2高點 直線比又去右腹位 這個三齊市 就由左腹一個斜線 一比直走斜 三齊市就走過去 這個小禁區右腹位 繞過了龍門 當難盧馬 但是背向龍門摩 結果 就 被回來 結果被 維仙路射入 2比2 三齊市完全沒有人跟 這麼棒 沒有人跟 直接走進去 乾迪 卡查 不見了 不見了 因為走進去都懵然不知 每個人看著 三齊市 走進去 原來沒有人 真是沒有辦法 五六八 三齊市 好 你說三齊市 現在聽說 萬聯借過去 想收回回頭 想收回回頭 你看到這些活華特 這些就是色體 活華特好東西 有眼光 三齊市這麼好 波雞也要收回 是不是 不是沒有意思 好有意思 這些東西 那三齊市是 適合用的 三齊市 什麼時候都適合用 是前一陣子 不知道什麼事 打得不太好 放出去 好像工作假期 放出去 去國米踢一下 打得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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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一場波 看得到 然後是2比2 然後是2比2 然後是3比2 然後是69分鐘 國球迪遺跡入市 投槌 烏梯身投槌 拋物線 剛剛奪死了 多拿奴馬 這個多拿奴馬 唉 自從 自從 轉會 那件事之後 都 不要啦 那些 浮沫沉沉 好像 濕了魂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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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唉 還打AC米蘭 幹什麼 其後 有些換人 艾力臣進來了 第一次上陣 代替了 三齊斯 打個3511 變了 摩西斯 又進來了 代替了 簡達華 也是打個逆圍 對 艾力臣進來了 已經有個中微 已經有個發球 其實這個 國際米蘭 發球手 不是很幼 艾力臣 下來 不是很幼 好東西 好的 結果 臨美最後 好球球球 很有趣 其實是一個快攻 本來是一個快攻 臨完場 AC米蘭 推上去 阿細細 搶 有球中柱 臨美 4比2前 有3比2中柱 柏基達 給伊巴 頭鎚 誰知道 中微 中微 很不幸 球球進不了 然後 其後有球快攻 然後 後場球員 地球給中線 勞卡古 勞卡古 大隻 力壓 手衛 傳給 右手邊 右手邊 忘記了 右手邊 勞卡古 和他鬥走 和他走 當然是快攻 要不加油 亦可想 90加2 多麼 就不要再蹲中間 各球站 等等 這樣 勞卡古 他說 如你不讓我走 那就算了 以後 慘了 看過去 充了腰 一直呼吸 也還未能送出 再繼續呼吸 突然間 三角球员一比给了摩西斯后上去到禁区右手边底线 卢卡古一见到 立即就醒神 接着摩西斯一比 然后卢卡古跳起头锤搞定 4比2 你们看到AC米兰去到刚才那个阶段 都防守意志都没什么的了 没啦 结果4比2 各打半场好球 这场球 国际米兰下半场 中场做了很多 保素维 巴利那 维仙罗都压上很多 令到对面那些机师 茶汗路股的威力大减 那场球员留下巴利那 23 号球员下半场都挺猛镜 盘扭都挺好 但他真的是保持才能进来 巴利那 23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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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巴利那 矮矮矮矮矮矮矮都可以的 其他就 没什么特别 艾瑟尼阳吉 没什么特别 其他就真的没什么特别 AC米兰也都 没什么好说 伊巴希莫维 都是打自己的球 都是在打些养生足球 有威就去拿 好像这场球 又入球又成功 一个入球一个助攻 还不够威 但赢不到球 前面在动动站 有空的指下 这样输几球 有空指下列迫 没什么所谓的 那些养生足球 所以就4比2 国际米兰赢了这场球 其实总体结构来说 国际米兰也是高点的 必须说 那这场球 艾瑟尘又未正式 很融入 也都未按方 都是后备出去踢 马天尼斯更加就停赛 所以这场球 这样后上赢都证明 质素是有些分别 早记又发生什么事呢 早记那场球 2比1 维诺勒就赢了一场赛事 没那场球 其实只是看精华 那 衰什么呢 衰什么 其实维诺勒公势很多 你别看维诺勒 其实现在排名挺高 排第六位 最近 要看他的走势 维诺勒最近八场球 没输过 不是很差 不是很弱的球队 这个维诺勒 所以大家必须要小心 但是你早记 做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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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就是 后防又一样 迪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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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十分钟 已经违列了 已经有图炸壶 我也不知道是会吹什么 很图炸壶 我一图炸壶 也扯到 这个中间 金堡拉 六马抵入 但是 图证看完VAR 就退回了 但我不知道是会吹什么 又不是欺藏 又不是抓人 因为你早记 我不知道吹什么 我不知吹什么,但我看精华,我又交代不了他吹什么 我看完猛烟,看了几次,很合适的 你看不到,应该是有犯规的 我冷绝,冷绝 其后,C7有求进柱,有求二十多马射马尔 地波,猛牛内蛇进柱 其实,双方攻势差不多 其后1-0,就是祖文达斯 C7左边,跟中线的斌达股做了1-2 C7再接应推一段,跟拉文尼 拉文尼就斗走,斗哨一段 C7推波,拉文尼就跟他斗走 真是不懂得死,真是跟他斗走,真是傻 他带着波都还反,你没有波效 你说这个至尊多重要 好了,一进到禁区,就拉文尼捕住他 兴升一果,拼过右座位,就搞定你了 搞这么多东西 你自尊跟他斗走,干什么鬼 你给他,你给他搞定就算鬼数 你又要逞强,逞强来干什么鬼 那这些是职业道德,你都要自尊 你不是这么好的职业道德,C7都不追 那是自尊,那是拯强 他不追,你怎样记得是他追 他追着C7 最终就是说,入波,你搞这么多东西 你搞这么多东西,就像阿星所说的 你搞这么多东西,不是谷德超 你搞这么多东西,又是我赢,搞这么多东西 即是球是他进去 那你拼上镜,你都要做点事 即是你以这个上镜的那几秒 你那几秒跑输给C7,不是很折舵 那你不是这样追一下,你怎样上镜呢 都记得他叫拉文尼 那一场球就不一样的 你挑战师式的男人 嗯,好,接着就1-0 更大75分钟,1-1 波连尼,推到左腹位,禁他六马射入 这个球就... 斌达古尔首先就... 踩个后抽,点知就踩失了 比真力就想... 比真力就想斗回去后面 点知就被波连尼就抢到 结果就入球,就是这两个错误 这一场球也算是这样的 其后就有个中柱 又是这个金布拿 球头锤中尾 但是后来呢,由比阿努一望呢 波连尼的手呢 原来拖一拖金布拿 是 结果呢... 拔球呢 又散中拖金布拿的手 结果呢... 十二马、比阿努 拍身尼,一射就搞定 结果就这样,2-1 竟然... 竟然突然... 竟然突然冲出弗祖恩大师十二马!? 这个球证,你就记下他的名字 叫... 馬沙 OK 馬沙 大惠笛馬沙 你记住他 記住他 事後賽後 沙利的位置開始有點押押 現在才這麼押押? 輸第三場球而已 但你早記不好看就輸還是騙招 輸第三場球就要解釋一下 所以沙利就要解釋 解釋 當然有些傳聞 傳聞第一個就是早記開始研究一下 究竟是否要處理沙利 有些人選譬如艾力尼 找艾力尼 艾力尼現在是放假的 對 放假 Holiday 或者第二個人選就是 剛才 一提就是哥迪奧 哦 因為哥迪奧娜今年 早記加哥迪奧娜會否水土不復 不知道 所以祖雲達斯有傳聞想找美斯加C7 拍著他 跟著哥迪奧娜教 所以這個不是哥迪奧娜 哥迪奧娜說美斯可能多數都是巴拉塞退休 但有些東西很難說 早記絕對給得起錢 還有一隊給得起錢就慢成 又是給得起錢的 即是早記拍哥迪奧娜 對呀 很難想像的 那種換完的打法 我真的有點難想像 難想像 那你也要想像的 雖然他那首人肯定是能打到的 即是那首人這麼聲光 那你第一件事後防會猜拳 後防的腳法不錯 中場每個人都猜拳兩板 前面更加不用說了 有射手有射手 要突破有突破 對呀 其實他那個 真的很難想像 難想像你就慢慢想像一下 這些都是傳聞而已 看看沙利 什麼時候 看看接下來 沙利被人解僱也不奇怪 如果有射手有什麼閃失 就一定會走 那你接下來 祖雲達斯得對布雷西亞 對布雷西亞剛剛又炒教練 炒哥連娜又炒多次了 炒了兩次的前後 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主場不贏 那些都很會死的 其他大波一些 亞特蘭大 對著羅馬 羅馬剛剛輸給博洛尼亞 波洛尼亞都OK的 最近都已經連贏三場了 已經 羅馬都是那些老問題 下的後防 這次是到士摩里 握了一個鍋 握了一個鍋 輸了 另外有一隊又是握鍋 就是拿波里 輸給萊徹3比2 打得OK的 不過後防真的不太好 那麼 羅馬對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之前那場 就贏這個費林天娜 就贏2比1 反而亞特蘭大又 最近都穩穩定 三場球都贏了兩場 那其他拉數1比0 贏了帕爾馬 仍然維持 他不敗 拉數18場不敗 OK 18場不敗 接下來拉數對國米 是啊 大波來拉數對國米 大家一定要看著 幾點打 3.9星期六還是星期日 星期日深夜 3.9 拉數對國際米蘭 其他卡里亞里都很接近 其實對拉波里 不過拉波里現在真是 唉 都不知怎麽說好 真的 拉波里這些 在歐 可能在歐聯的賽場會 好些 好些可能會 不過 唉 剛剛贏完一場早幾 這個拉波里 但是拉波里對巴塞 不知道 很難猜 歐聯回來才算 好 應該大致上 差不多了 今個星期 接下來那個週末 留意一些 歐聯要踢的隊伍 因為下個星期又有歐聯賽事 馬替會 利記 多夢特 PSG PSG 剛剛4比2人 你我兩隊都要踢歐聯的球隊 阿特蘭大帝環西亞 熱刺 萊比世亞 這些 才打的 接下來那個週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這些球隊的表現 好 我們下個星期 繼續留意我們的 HOPP SONG 要講歐聯 好 再見 拜拜 以下是一則 EV出糧基金的 籌務通告 正所謂 做會員 樂趣多 不做會員 都可以打賞一下 不打賞一下 都可以幫手 Share Like Reggazine Reggafinance 以及 Giz.hk 的YouTube Channel 只要你的手指動一動 已經可以幫到 小EV 下個月的洗費了 祝各位福有遊計 H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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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